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260只野猫 很有名 这些野猫很有身份 它们可能是明代的后代 清代的后代 所以整个故宫没有一只老鼠 要有老鼠 它是文部的偏离 这个门附近就是我原来拍摄过的第一只故宫猫 白点 18年世界碑的时候 它是得了猫血栓去世了 您这都菜色咱俩了吗 还没来 请问您一下 这萨气马他来了吗 吃完就走了 吃完走了是吧 这个猫粮是您自己买的吗 这是一个太平人是给他的 有好多网友来给他们寄东西 老给他也不能买猫粮 刚才这只猫叫如意 它是前年8月份出生的 跟它同胞的一共有三只小猫 一个是吉祥 如意 还有警长 那如意它比较贪吃 所以每次基本都能见着它 吉祥就稍微胆小一点 看到它的几率也不是为了大 我拍这个故宫猫有什么技巧 一般它是夜行动物 它晚上比较活跃 然后早上比较活跃 所以你如果想看到它们的身影的话 最好赶早 大家不要去走这种常规的游客的路线 比如前三点 后三点 那你肯定是找不到猫的 一般我们就是贴着边走 比如左侧的西河门附近 可能有几率碰到菜菜 进门右侧的斜河门附近 有可能会碰到一只叫溜溜的猫 然后呢就是来珍宝馆 如果幸运的话就会看到刚才的如意 吉祥还有景长 尽量选择一些比较低的角度 这样呢你可以拍到一些故宫的那些元素 建议我们离距离远 轻声漫步的去拍 不要打扰到它们 不提倡大家去给这些流浪动物 工作人员会专门去喂它们 如果游客你去自己带东西去喂它们的话 你喂点它喂点 有可能让它们吃出一些问题 其实故宫的猫相对于北京其他地区的猫 状态相对好一些吧 因为在故宫里边它有比较严密的安保啊 就不会有人去伤害它们 有员工按点给它们喂食 它们也会负责这个猫的绝育和身体健康的这个状况 原来是有医疗车 定期过来给故宫猫做体检 比如说有一些疾病 它们会就自掏腰包去给这些猫去治疗 相比于其他的单位 故宫对于这些猫呢 也是比较包容的一个态度 有些猫呢已经成功的找到了领养 已经进家了 有的就是生命去世了 去世的猫咪都得十岁左右了 有的十五岁左右 其实对于一些户外的这些流浪动物 它们能有这样的寿命 已经是挺难得的了 不过来的 有的十岁左右了